地下水噴用而出 沖往天際高度 甚至超過一旁路數 讓募集民眾驚呆了 就覺得像那個 新加坡那個地景的地標 感覺就噴水池 然後就蠻好奇 蠻誇張 不是清澈的水 都像泥巴這樣 然後大家就很好奇說 到底是什麼狀況 它第一次啦 不說還以為 這裡是一座噴水池 但走進一橋 藏進水柱 就從地上這個洞口 持續噴出 水流沖幾把周圍 土壤沖到松軟 泥水流往附近的路面 消防隊貨爆到場處理 這個地點就在台南安平區 慶平路運河邊一處景觀公園 2號傍晚出現噴泉景象 景觀景象奇特 但可不能讓水一直流 水利局人員先遠端關閉水閥之後 到現場查看初步判斷 當時再生水進行供水測試時 輸水管線出現壓力異常 才導致冒水情況 有鬆脫的部分是屬於壓力過高 所造成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進行一個開發的動作 把這個鬆脫的部分去搶修完成就可以了 水源關閉之後 接下來將派人進行搶修 只是這個在下班尖峰時段出現了大噴泉 驚人水勢也讓民眾看傻眼 華視新聞的 劉漢森小生 檢玉林台南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2 3 5 8 5 5 10 10 11